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又名120草原自治区的华山大草原本月初发生害人听闻的分尸命案,成租案发场地的团体也轻重被网友保出曾举办与裸体、毒品、性爱等相关活动,在多日争议后,也轻重人员今下午回到现场自行拆除件物。 华山大草原本月初发生害人听闻的分尸杀人命案,37岁陈姓射箭教练于上月31日晚间和30岁高姓女学员在华山大草原的野居草堂小木屋里聊天,因为求婚遭剧愤而乐死对方,之后更于三日深夜在小木屋内将高女分尸,并在隔阶凌晨骑驻机车把尸块载往万里偏僻山区寄尸。 在此事引发外界关注后,也连带引起大众对成租案发场地的义文团体也轻重的关注,并保出该团体曾举办与裸体、毒品、性爱等活动。 该团体自去年11月起,向台北市都更处申请借用华山大草原办理艺术聚落,借用至今年6月30日至,据苹果日报报道,日前北市府虽决定要拆除现场搭建物,但尚未决定日期,不过今日下午3点多,游业轻重人员提前回到现场自行拆除建物, 仔细整理钢管、木片等有价物。